今天1月16日的赛事,有两匹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匹是第三场四番田黎1650的1号马,华卓程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 首先这匹马是一匹半冷的马匹 现时是6.6倍的隔夜半冷马 为什么这匹马值得你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三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看到这些就是同程的实力马 其实数目不是很多,只有3匹 而如果你看这3匹马的同程跑法 其实大部分都是忠厚上的 而且除了一匹街大开心的末段指数是正的之外 其他的其实的末段指数都是负的 即是说这匹马跑进来 主要是一个快步速的赛事里面 而前面的马是不用加速的 而这些马是可以不断跑进来的 即是说在同程实力马那里缺乏放头马 如果你去他程的实力马那里 你会看到这场赛事 其实是第一匹放头马 正正就是华卓程 为什么在4班1650米 放头跑法的马是有利呢? 如果你去你职业的数据库 去路程跑法那里 如果你看放头的 这个放头跑法 在田丽的1650米 它是有14%是胜出率 22%是进去的 其实如果你和同程的 其他跑法的马比 这两个数目是最佳的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 选择田丽 在路程中选择1650 你看到在田丽1650里面 放头马 无论是胜出率和入Q率 都是较其他跑法的马匹为佳的 换言之 在田丽1650米 其实放头马是非常好处的 华卓程 上两仗都可以赢田丽1800 那这匹马 缩下来怎样呢? 首先如果要缩成的话 你要看它的时间指数 如果正的话 和跑法在前面走的话 这类马缩下来 其实通常都可以的 当然了 预着今场的形势 是缺乏了放头马 所以在这场赛事 这批华卓程 是有很大的机会自己放 那如果这批马自己放的话 第一 它在跑法上 在这个路程是占优的 第二就是这批马放头 不是凭一个快放回来的1800 它是凭一个 没断加速力的 前将赢田丽1800 咬着前面 是加速取胜的 也是正指数 跟着上将自己放 也是做了一个0.72的加速指数 是赢马的 故然之 今场的赛事 由于缺乏放头的实力马 这批华卓程 相信又有不少的机会 是可以放出来 如果它自己放出来 是慢放的话 加上这批马 在泥地 没断会加速的 所以在这场赛事 这批华卓程 是一批6.6倍的半冷马 其实是这场赛事 它是占有跑法上 和没断加速力上的优势 OK 如果你喜欢这批华卓程 当然可以考虑拿它来做Q胆 拖几把配件买Q 如果这批马 临场是有分头的 是冷门的话 是更加可以考虑买Mabel的 OK 而今天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10场三班田草千四米的 4号马 浪漫勇士 为什么这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10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见到这场赛事 其实是有多批的放头马 包括了天生一对 实力派 是全盛神区 和1200米的行运有理 即是说这场不仅有1400的放头实力马 也有短途 即是更加短的1200米的放头实力马 换言之 换言之 这场赛事 相信很大机会 是有一个中等 甚至偏快的捕捉 换言之 在多放头马 特别是有短途的放头马 这场赛事 首先值得你捕捕的马匹 就是同程实力马 排内档 就是正指数 和时间指数 最好也是正的 因为这场赛事有很大机会 会有一个偏快的捕捉 如果你看到同程实力马 排内档 已经见不见了 是有一匹排中档的马匹 是六档的 其余排外档 这些马匹就不太有利了 排中档虽然是正不断指数 但它的跑法 其实也是咬前甚至是放头的 即是说 它在这场赛事 预有短途的放头马 而有多匹同程的放头马 所以它在前面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换言之 在这场赛事 其实是缺乏了同程 排内档 不断懂得加速 而时间指数是正的 同程实力马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下一个目标 最好就是 田草1200米的实力马 排内档 不断懂得加速 这匹浪漫勇士 正正就是这类马 上将我们有推介的 结果它跑第一 这匹马在田草1200米 是可以加速 正指数 而今次排三档 既然这匹马在短途 都可以加速 即是它是不怕 快步出的赛事 说过了 一匹1200米 如果要跳程的话 最好它的跑法就是 不断懂得加速 而这匹浪漫勇士 正正是这类马 上将我们推介 它主要原因就是 前将在谷草1200米 在谷草1200米 是 凭着一个非常劲的1.09的加速力 而取胜的 由这个指数可以判断 其实它在长直路更加好 所以上一仗就轻松赢了 今次这匹的三出 未输过的马匹 三出三成 即是未输过的马匹 首先要值得尊重 第二就是 它这个269 其实水准不低的 如果你去赛事水准高低 在长直打269 你看到被它弹掉的 第二名 和第三名马 树仗再出 一批就跑第三 一批还是赢了 所以这场的 他这场的 田草1200米的水准 其实是不低的 而且他赢得非常轻松 这次跳程 由于他与了一个对手 缺乏有利的实力马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 这批浪漫勇士 仍然是一批非常值得 你尊重的实力马 OK 即是说 这批浪漫勇士 如果你喜欢这批马的话 那当然你可考虑 拿它来做Q胆 去拖几批配 买Q 或者将这场的赛事 作为你Q过关的其中一场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 不多而已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会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有实力的 冷码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ellinBell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码秘谀的视频 记得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和你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视频 当然 如果你还有职业团队计算表 专业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的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按进去 就可以立刻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一样 可以轻易选出 因为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 那些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当然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建议你 在这里 按一按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明天有新的视频 你就不会错过了 同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 对你选码的知识方面 有帮助的话 那就 麻烦在这个位置 不断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吧